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天气跟昨天很类似 明天以为跟今天类似 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的中南部 阴风面地区比较容易有阵雨 那么在中北部跟东北部 东部的话呢 算是属于相对比较炎热 但是也容易有午后雷阵雨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几天其实午后雷阵雨 都还蛮明显 都还下得蛮大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台湾 目前还是在这个季风低压的范围里面 而且明后两天 这个西南风还会逐渐增强 甚至到周末之后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西南风都算是特别的强 又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气 所以天气变得相当不稳定 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明天的话 最主要是中南部容易有阵雨 北东部炎热 午后雷阵雨 周末开始就是西南风增强的时候了 来看一下在云图画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目前 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一方面雨量是比较偏多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季风低压的范围里面 其实强风走目前 位置在比较偏东边 另外就是往南边延伸到 菲律宾旅宋岛这附近 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 未来几天 这个菲律宾这一段的西南风 强风走会逐渐的北台 会比较接近我们台湾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附近 西南风会增强 尤其到周末开始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大家从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颜色 或是到这个黄色 就代表说水气变得比较明显 降雨也会比较明显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西南风跟这个降雨 水气比较多可以说是明显 对着我们台湾这附近在影响 所以周末开始到 下个礼拜三之前 天气都是特别不稳定 尤其在这样子的系统里面 可以看到 又容易有一些低气压生成 这个低气压生成 又会造成这个不稳定度 更加的提升 又会造成天气更加不稳定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雨势会相当的明显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几天有空的话 检查一下居家环境 是不是排水设施 都是畅通的 尤其农民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 来看一下什么地方容易下雨 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中南部地区 那么在下雨的时间的话 比较容易 这个整个时段 全天后都会有下雨的一个机会 尤其在清晨的时候 海陆风的影响 再加上西南风的一个 符合的作用 两个风向是相对的 那么就比较容易有这个符合作用 因为在我们中北部 东北部的话 山区容易有无后雷震雨 未来四天的预测图上面 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颜色比较深的 代表说降雨比较明显 中南部沿海地区 礼拜五礼拜六到礼拜天 甚至礼拜一也都是 那么礼拜一的时候 对我们中部 还有这个桃竹苗附近 这个竹苗附近 以南可以看到也会有 可能这个降雨相当显著的区域 所以提醒大家 外景天是相当的不稳定的 中北部东北部的话 其实云南也会变多 尤其在礼拜六开始之后 那看一下北部的温度趋势 低温大概27度 中午高温 33度到36度 那么夏天的天气 其实看温度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天气的一个变化 礼拜六只是云浪变多了 所以中午高温稍微的往下降了 一些来到33度左右 中部的话低温是26到27度 中午高温大概29到34度 礼拜六礼拜天 也是因为云浪变多 下雨的关系 所以稍微的往下降 没有那么热了 但是天气都变得比较不稳定 南部的话可以看到降温的更明显 低温是26到27度 那么中午高温 礼拜六礼拜天降到27到28度 最主要是 南部是西南风的 这个首当其冲 影响的地方 降雨最明显 所以云浪也是最厚 最多 所以这个反应在温度上 也是相当的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过来几天 西南风有持续增强的趋势 尤其礼拜六开始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天气相当的不稳定 要特别注意整个天气的变化 以上我们今天天气 明天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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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